好的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禮拜一的台股看診間 那不過週一就這樣子跌 那這一週開局又表現得不好 那上一週已經中錯了 這個快要1000點之後呢 那這一週週一又是這個續錯了快200點 所以週二週三呢 再忍耐一下之後 忍耐一下之後呢 至關重要 忍耐完之後不能夠續跌 重點在禮拜三跟禮拜四呢 禮拜三台子期結算 禮拜四回答的財報要公佈 那這兩個都是至關影響 台股呢接下來 11月 因為第四季已經過了一半嘛 就是第四季呢剩下這下半場表現得如何 那希望這個中華隊已經打進這個副賽了 要到東京去再打這個決賽 那希望台股的這個下半場也可以表現得好一些些 我們看在指數部分 那回測到了 這個22,500點又在創新低 最近的這幾個交易日呢 已經1234 昨天沒有 禮拜五沒有 然後已經這個六個交易日當中呢有五天是創下新低 低一點都一直在持續探低 這個狀況實在是不是很好 跟前面這個上漲這個走勢呢是反過來的 那今天量說呢3400多億啊 本來找盤的時候啊甚至 才2000多億啊2500億都不到 我看那個預估量的狀況 那所以盤中呢會出現這樣子一個下殺取量狀況是 必然的 如果今天下跌呢 還是只有大概3000億不到的話 那表示其實 從馬沒有有效的換手 形成這種無量跌 在下跌過程當中呢 如果可以出現一個 比較大的量能 比較大量之後的 不管是黑K或者是十字線變盤 種種大量之後呢 可以形成一個 這個反轉的走勢 轉折之後呢 那就是有這樣子一個 多空交換 上下半場互換的 攻守交換的意味 但是如果 持續這樣量縮下跌 那就是怎樣 表示多方被I一直打 一直下跌一直量縮 那多方要拉也拉不起來 然後呢 也沒有這樣子一個極速下錯 這個狀況下就是比較 會這樣子好像 持續性的下錯 這個就比較煎熬一些些 好那我們看在 JM這個盤氏的重點 那指數又破低 而OTC這個波段呢 拉回了 這更是很大一段 OTC指數呢 從這個十月中過後 十月中過後呢 這直接 已經破了 破了 九月份的低點 九月份這個是 在這個台股大跌 千點的那個時間點 大家如果還有印象的話 這個時間點 九月份的低點 是相對於 加全是什麼位置 九月份的低點 加全指數在21,000 就是我那時候跟大家說 21,000是鐵板的位置 所以你看OTC 現在比加全是要弱勢很多的 OTC已經破了 台股21,000的這個位置 但因為 加全指數裡面有一檔 叫做台積電 台積電抗跌 而且它是這個 控盤的一個指標 所以呢你光 光看這個 加全指數跟這個OTC 有時候會失真 你應該看的是呢 那個有一個指數叫做 加全指數扣掉台積電的指數 當然你如果有興趣 你上網去Google一下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加全指數 如果扣掉台積電的影響之後呢 走勢是怎麼樣 但是還是比這個OTC 要強勢一些些 你就最近這個中小 確實殺的比較重一些些 所以大家會覺得 最近比較難熬 手上的股票可能跌的比較多 但是我覺得這個在 觀察兩三天 如果禮拜三禮拜四 在輝達財報以及台積 台積期的結算過後呢 還沒有辦法獲得一個有效支撐 那就真的比較麻煩一些些 而重點是在美元的部分呢 美元即將進入到一個關鍵的位置 美元今天早上呢 在這個上個禮拜四禮拜五呢 盤中一度突破107啊 107這個是大概一年半以來的新高 那收盤就是往下收低 大概在106.6啊 那今天美元呢 是稍微小跌一點點 小跌一咪咪 可是呢 台幣你看今天還是在走扁 所以每天的 9點到10點這段時間呢 來自於外資的賣壓 真的是非常沉重 這個就是因為美元指數 持續走弱的關係啊 你看在加全指數的部分啊 每一天呢 最近這五六個假日啊 大概都是9點鐘到10點鐘的 這個賣壓是非常強勁的 這個開五分線給大家看 這個太小 有沒有 9點到10點 這賣壓都是很重的 9點到10點幾乎都是下跌的 9點到10點都是下跌的 所以你如果這個階段 你要買股票你要搶一些 強勢股也好 或者你要搶反彈的話 你最好是在 所以這個階段你如果要搶反彈 或者是你要去買股票的話 你最好是在10點半過後 早一點可能10點 晚一點可能10點半過後 你避開呢 找盤外資那一段的賣壓 那今天看起來呢 又沒有再撐盤了 今天看起來就找盤讓它一路跌 跌到這邊 尾盤還破低 尾盤指數還往下 再跌了一段 所以關鍵在 這個禮拜二禮拜三過後 再忍耐一下 在台子期結算過後呢 看一下外資的進空 當然有沒有減少 以及在揮答法說會的這個狀況 美元接近到了這個關鍵的位置 那揮答呢 這個禮拜即將要公佈財報 那目前預期呢 可能會比這個 公佈劃界預期的這個數字 還要再更好 那加上美國時間17號 就今天晚上 台股今天晚上 這兩天 那已經有舉行一個超級運算大會 那發表線上的演講 那我們也可以看一下 他在法說會前呢 這講了些什麼 因為現在看起來呢 AI的狀況發展好像 開始碰到一些瓶頸 那我認為長線來說的話 你如果拉長時間來看的話 AI確實是會不斷的進化 那現在的AI碰到一些什麼瓶頸呢 就是說呢 不管像是OpenAI啦 或者是像Google的Gemini 或者是在Meta的 它這個模型 Meta叫Lambda 不用去記 這麼很多支的AI 現在碰到一個問題就是呢 因為未給它的資料已經 到一個到一個飽和的階段 那現在我們 你在這個 等於地球上面所擁有的知識 都是過去所累積下來的嘛 那AI沒有辦法呢 再超越這些這個知識本身 再往上提升一個層次 所以它就停留在這樣一個記憶 那深層次的部分呢 也是從原有的這些知識去做演化的 所以呢 你先看現在很多這個通用型的AI 它都沒有告訴你說 下一個要推出AI的時間點會在哪裡 GPT4比GPT3.5呢 那推出的時間點大概是過18個月 那它就多出了很多像是圖像式的處理 然後有一些更進階的功能 那包括一些什麼律師考試啊 或者是什麼解答數學等等 都那個技能都進展非常厲害 可是呢到現在已經沒有再推出 下一個世代AI的 這更進一步能夠確切的消息 也就是呢 感覺好像進入一個撞牆的階段 各科技大廠都在想辦法 把這個AI的模型呢再做一個提升 可是要再怎麼提升 第一個知識 知識量是有限的 那說靠著演算法嘛 這到底能不能夠真的 做成這樣的一個比較明顯的突破 我覺得還在存疑當中啊 所以我認為現在AI的發展方向 我個人的看法 雖然我不是AI專家 但是我過去是念資管的 我認為應該要往這種 個別式的這個AI 而不是去往這個通用式的AI去做發展 就像你現在很少找到那種天才呢 又擅長醫學又擅長這個生物 又擅長法律又擅長數學 然後呢又會做股票 你不會找到這種天才吧 所以我覺得AI發展的方向呢 同樣要以這種分門別類的方式去做 做一個這樣分類的 就是你要各領域有 各領域擅長的AI 這種方式 那我這個一點的見解 供大家參考 總之呢你就是要注意到說 AI後續的那個發展 什麼時候可以再更進一步 到下一個階段 有更新一個版本的這個AI可以推出 所以我們看輝達的這個股價呢 好在高檔就呈現在還漲的格局 我們看周線呢 它跟過去這種比較有爆發性的成長 已經不會像那種過去 隨隨便便就漲個四五十趴 隨隨便便就漲個 漲個這種六七十趴再往上漲 所以我認為輝達幕後 未來的這個股價會慢慢往上墊高 還是會往上漲 它已經全球市值第一了 而且呢我認為它也是會維持在 全球市值第一非常久的時間 好這個就表示未來科技的趨勢 未來科技發展的方向 只是呢這難免會碰到撞牆 難免碰到科技的瓶頸 但是我認為呢它這個應用 確實是已經越來越多了啦 所以呢 現在你要做AI 你要做晶雲帶空也好 這可能要等到拉回比較深一點的時間點 再去做一個介入 好你看最近的這個AI的走勢 3324雙紅有沒有 上禮拜才有這個好消息過後 好消息大漲 這天是不是漲停 這天才漲停 漲停結果隔天呢 開高都開高不了 直接就高檔往下挫 禮拜五大跌今天再 再跌一根 已經把這個缺口 完全都給封閉了 好而2382的廣達呢 也是在禮拜五的時候 形成一個爆量往下殺黑K 爆量往下殺黑K呢 如果 連黑K的第一檔都還站不回去 這建議先盡量先閃避一下 那廣達呢 現在進入到一個關鍵的 頸線區域啊 廣達頸線區域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這邊是非常大的一個底部 而這邊是小的一個頭部 好那 正常狀況來說啦 小型的頭部啊 沒有辦法去破大型的底部 所以頸線支撐這邊相對來的重要 所以頸線這邊必須啊 要先有三天不破D的一個 手勢啊 把這個空頭碟式給守住 那未來才有機會 慢慢重回下一波的這個漲勢 2317鴻海 從高檔220 這時候跟大家講說不要追 不要搶在這種地方 220回到快200了 同樣的鴻海也是 接近類似廣達呢 快來到頸線的區域 鴻海還比較遠一些些啦 鴻海的頸線大概還有 大概5塊錢到7塊錢左右 所以鴻海呢 看這個低點 這個低點 200塊左右 這邊都是呢 鴻棒起漲的位置 大概在200到203塊左右 那鴻海又回到這個位置 所以鴻海的200塊 我認為是一個重要的支撐跟關卡 鴻海200如果一破的話 那這修正時間可能就會 比較拉長一些些 而鴻海一走路呢 那也影響到鴻家軍今天的走勢 那這一波鴻家軍最強勢的呢 2354的鴻准 今天吃了一根黑K 跌了8.4% 那一次跌破呢 日線也跌破 過去大概7、8個交易日的低檔區 那鴻准這個再一回呢 可能要再往月線去做測試 這個就比較累一些些 好2312的金寶 同樣集團股的部分 那金寶就屬於還在創高 上個禮拜五創高來到29塊 過高了 這過高了 之前有在節目上跟大家說會過高 這個 還好沒有漏氣 這確實過高了 以這形態看就是會過高了 但過高之後呢 你就要小心這邊 可能就出現假突破的一個狀況 假突破行情不見得馬上結束 這要看後續的變化 只是你在過高的時間點 反而 你如果 這個有持股的話 應該是在過高的時候去調節 而不是過高的時候去買它 你低檔不買我已經跟你講說會過高 然後你還要再過高的時候去買 那可能就短線會有這樣子 拉回震盪 但是金寶我認為這漲勢也還沒完 所以你看一下 今天在集團股的部分 反而轉到2349的 萊德集團 萊德集團 旗下的這個萊寶 我們先看萊德 萊德也是從低檔的 這股價真的滿低 開始 這個發動往上 那今年7月份的時候 這走過一波行情 7月份這時候 好像也是這個扯上 扯上什麼題材 然後呢 這經過修正很長一段時間之後 那最近的量能 量能終於開始有一些 回溫起來了 所以萊德會不會成為後續集團的一個 接棒 接棒這個集團可以去留意一下 那主要就是在他旗下的這個8104萊寶 萊寶是什麼題材 萊寶就是呢 在BBU 備用電池 這個電力模組 備用電池呢 這跟大家講過 它就是伺服器用的UPS 伺服器用的這種不斷電系統 而且它不用另外再使用一個電源 它直接就是在伺服器端就可以使用 那最早就是在上個禮拜的時候呢 這個小模發聯門報告 說在AESKY的部分可以上看800 結果今天已經到了 好 58 不是587 6781 好 AESKY呢 我跟大家講說外資的目標價會看到 結果今天到了 今天800已經到了 而且它是在處置當中 20分鐘一盤 還在慢慢往上墊高 這個表示呢 資金從上個禮拜開始呢 很明顯的往 這個集團去走 這個題材 這個題材 就是備員電力單位去走 那今天甚至擴散到一些小型類股 3323的加白玉 加白玉 上週這一天是 隔衝倒下來 這些你如果仔細看籌碼 很多的隔衝呢 在漲停的隔天 也就是上個禮拜五倒出來 可是它籌碼 我們仔細看一下 算還好 你如果看營收的話呢 可能買不太下去 籌碼就是這個 主力這一天大幅度倒出來 大幅度倒出來 但是呢 最近外資稍微先買 而投信有在買 那它的這個大戶持比是比較 比較 比一般散戶來的少 雖然說上週是有買 上週大戶是有買上去 但是如果它的 這個大戶持股比散戶少的狀況下呢 就是它籌碼集中度會不夠 籌碼集中度不夠會造成什麼狀況 也就是說籌碼是集中在 大部分散戶的一般投資者手裡 會很容易造成盤中這樣上下亂刷 因為你想想看籌碼不夠集中 通常大戶的操作就會比較穩定 而且比較一個波段方向性的操作 而散戶籌碼如果比較多 就很容易造成股價會上下刷型 所以你如果做這些小型股 然後呢 營收可能還開不出來 光是一個想像題材空間的話呢 你可能就要 長短打都要有 就像棒球一樣 你要短打的技能 你要有長打的能力 所以你短線最好跟著它調節一下一下 大漲長不動 破五字線等等一些狀況 短線去調它一下 然後長線的部分再去買回來 就從短線當中去賺取一些價差 性能高也是 這個籌碼也是比較 稍微好一些些啦 但是不是像高價類股或者是 這個業績比較穩定的股票呢 那樣子一個比較穩定的狀況 好所以在BBU這個族群我認為 在第四季或許有機會成為台股的一個次族群 那後續是可以值得去留意的 那另外就講到台積電的部分 台積電已經沒有競爭對手 基本上三星落後差 Intel根本不用說了 那今天報紙的頭版還寫說呢 明年全球要蓋十座廠 這個 資本支出可以達到341到380億美元 這真的非常誇張 已經是全球的第十大公司 就是台積電了 全球所有企業的第十名 真的是台灣之光啊 所以台積電撐住整個指數 撐住整個指數在月線跟巨線中間整理 可是你看台積電供應鏈 為什麼今天表現這麼的疲軟 6187萬潤 一根長黑跌了7.8% 大戶一直在降 我覺得這個後續可能 台積電供應鏈都有一些問題 所以你最近看很多台積電的好消息對不對 可是供應鏈 我之前說要觀察 那現在我仍然是秉持著 還是要再小心謹慎一點點 因為最近出來的好像都是些好消息 資本支出可能提升 那台積電供應鏈增加 可是為什麼大戶一直在出場 大戶一直在落跑 那外資也有稍微調節一些些 那我個人的看法 這可能是跟未來 台積電可能面臨到的政治風險 跟在保護費的這個問題是有關係的 那也就是川普沒有正式出招之前 因為他之前都是講講 上媒體講講說台灣要付保護費 說什麼台灣人 偷走很多晶片工作等等 都是講講 那還沒有新政府正式上任 還沒有出招之前呢 台積電供應鏈我覺得先觀望 那確實他在未來會有 長線的這個獲利進障 可是你看最近的這個走勢呢 確實是不太妙 好 剛剛看的是6187萬潤 6640均華也是 均華高價類股 在這一天爆量收黑之後呢 收黑之後 大概820塊到825 一直都沒有辦法過高 那今天又跌了7.8% 這算跌滿重的 那以這個形態來說 已經慢慢有一些 這個頭部狀況成形了 這個都要小心一點點 建議不要亂接 台積電供應鏈 上禮拜說要觀察 要再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可是呢 這一週同樣的週一 通常會代表一檔股票 或者是一個指數呢 它這一週可能的方向 那中砂也是 直接破兩個月低點 長黑破低 8028升陽半 也是長黑 今天很多台積電供應鏈 跌幅都不輕 所以我覺得這個在 供應鏈這塊 設備股這一塊呢 你如果是過去買的 或者是你最近才想要低接的 都應該要小心謹慎一些些 那甚至呢 有可能部分去換股到其他類股 因為都是好消息 雖然這還沒有經過公司證實 可是最近其實看到都是一些 不錯的新聞 可是呢 在供應鏈的部分 並沒有有效做一個反應 那這個狀況下 反而會認為要稍微保守一些些 那你如果有這種供應鏈的股票 或者是你預備要買進的 也歡迎來找我諮詢 那我認為目前的話呢 可能換到一些 在第四季 最近我們幫會員佈局的一些傳產 以及在一些比較 最近的一些熱門族群 我覺得都在第四季會比較有機會的 那你如果想要持股做一個準斷花呢 歡迎加入股科大夫的LINE 那把你的問題詳述寫得清楚一些些 我們都會再回覆你 我們看一下在大盤的狀況呢 現貨啊 外資的這個最近20個交易日 累積買賣超已經變成賣超了 賣超560億 那就是外資在美元強勢的狀況下呢 那要大舉回補台股 確實是有一些面有難事啊 2330台積電 你看到其實它在這一段啊 這一段是有買台股的 九月大跌之後這一段 大概九月到十月中左右 可是這一段就不買台股 甚至最近還賣得比較兇啊 這邊是買 這邊都是賣台積電 為什麼會有這樣變化呢 主要就是大概在川普 將保護費之後 以及川普 這個支持度越來越拉高 那直到後面 川普勝選之後 這一段 那幾乎呢外資都是不買單台積電的 所以我認為上面的種種的這個跡象 你把它拼湊起來 看起來這個圖片啊 很比較明確的應該就是呢 外資因為保護費的關係 不買台積電 所以指數相對來的弱 所以這個邏輯下呢 這個思路下 有全資股相關的 或是台積電相關的 可能在這個階段要先避開 因為呢 川普還沒有正式的出招啊 所以呢 這個階段第四季我認為 如果要拉台的話 應該不是以上這些股票 而反而是一些 可能是傳產啊 或者是像一些比較 次族群的電子股 或許是有機會的 以及在集團股的部分 那集團股的話就是避開 圈子股 避開大巡股的 這個成分股 好我們看在這個散戶圍台的部分 上個禮拜日安是維持在 持續多單的一個狀況 也沒有出場 因為現在指數也沒有出現一個 比較劇烈的變化 也沒有大賞也沒有大跌 好我們看台子期呢 這個禮拜三就要結算 這個禮拜 有這個月的合約 這個月份的合約呢 十月中在這個地方 十月中換倉之後 就剛好這個地方 台積電法說會那個時間點 所以這個月是讓開盤開得滿高的 大概在23450左右 那現在呢 22500左右 22600好了 就是這個月份的合約呢 已經跌了大概快800點 800點將近900點 所以這個月份來說的話呢 第一點是出現在這個地方 這個月份已經 這個長黑拉回的狀況下 中黑拉回的狀況下 那你要注意到 十一月份 就十一月中結算過後 十二月份期貨要開倉 十二月份呢 開倉過後 可不可以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表態 如果十二月份開倉過後 以期貨的角度來說 它還是下跌的 就禮拜四禮拜五還是下跌的 那你最好是等到呢 站穩月的開盤 也就是禮拜四 大概是禮拜四的 那個下午盤開盤之後 的那個位置 那個點數站回之後呢 再去做一個 比較積極的偏多會比較好 那融資餘額呢 這最近貼的加學呢 沒有太大的變化 所以看起來呢 也沒有過度樂觀 但是呢也不是說到籌碼非常 非常好的一個狀況 大概我給個60分籌碼狀況 那以十二月 十一月份 禮拜三即將要結算的這個合約呢 兩萬兩千七支撐 那現在看起來要破不破 所以下一個OI 比較大的這個OI呢 在兩萬兩千五百點 也就是說禮拜三之前呢 最好也可以守住 兩萬兩千五百點的這個位置 那結算過後馬上就是 揮答的法說 所以呢 這一次揮答的法說搭配到台灣的 這個期貨合約結算非常重要 那重點 再跟大家講一面 就是在美元啦 美元指數的部分 這個至關重要 那上面壓力 兩萬三以上是非常之重 看起來禮拜三之前呢 應該拉不過了 我覺得 百分之九十五是拉不過去兩萬三的 沒有辦法在兩萬三之上做個結算 所以大環走勢呢 首先壓力區呢 大概兩萬三千二到兩萬三千三這個壓力 必須要越過 那現在又跌下來 大概在第一眼這裡震盪 明天再把這個圖補給大家 所以呢 隨著時間 一種是以盤代跌 就慢慢把壓力給盤過去 那或者是呢 這個直接直線往上拉啦 現在已經開盤了 這個期貨已經開盤了 有人說這個加選 你會看這很像一個M頭對不對 這個M 麥當勞成形 那M頭呢 必須要跌破頸線它才叫M頭 否則它都是整理型態 沒有人告訴你說M成形的 一定會跌破頸線 你看去年的十月也是這個狀況 去年九月十月有沒有 這裡是不是很像M頭 這裡被跌破了 跌破之後頸線撐住一根紅棒反轉 所以現在加選欠缺的就是呢 這種關鍵性的反轉 帶量紅棒啦 或是等等一些關鍵的變化 這一天是在去年的十月三十一號 那現在到十一月中都還沒有發生了 所以呢 最慢最慢我覺得 我覺得就在回答法說過後 必須要發生很明確的這種轉折 必須要看得到 不過如果拖到十一月底的話 那我覺得這可能就會一直僵持到呢 什麼時間點 可能會到年底啦 甚至川普上任之後 因為大家現在都怕川普 所以重點擺在美元的部分 所以我認為現在呢 你應該把持股轉換到一些傳產 以及轉換到一些新的族群 而不是過去一直講一直講的那些族群 這些通常不會在第一世紀的作夢行情呢 有發酵 所以呢你如果想要知道以上這些族群 或是你有各國問題的話 也歡迎傳訊息來跟我們聯絡 好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今天節目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感恩 Not 感谢观看